英国变种病毒把我们台湾搞那么惨 印度变种病毒已经验出来 还好没有进入社区 但是现在说越南出现 印度跟英国的变种混合的混种病毒 它可以空气迅速传染 复制的速度很快 传染力更强 越南从今天起关闭国境 胡志明是1300万人口全部普筛 胡志明1300万人口全部普筛 全世界都是这个做法 越南他们都可以这样做 我们台湾为什么不行呢 胡志明市实施了15天的社交距离防疫 公共场所需要保持两公尺的距离 机场涌入了返乡潮 三星还有英特尔在越南设厂 也遭到了冲击 这个科技供应链的冲击很大 国际间的鼓励打疫苗不用急 而且还送你东西 美国甜甜圈品牌提供至少接种 一剂疫苗的民众 一年份的免费原味甜甜圈 这样体重会被失控 体重要四级警戒 也有雇主为员工提供现金奖励 跟休假鼓励大家打疫苗 也有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 接种疫苗 是不是好羡慕 我们不只羡慕美国新加坡 现在还要羡慕越南 人家越南马上都可以进行筛检 休士王你看一下混合的混种病毒 这些 没有 因为这个RNA病毒本来就很容易突变 所以它本来也就是会继续一直变 本来印度的这个变种就说是两种变种的结合 两个变异的结合了 那因为英国变异株跟印度的变异株 都是现在在国际上非常重要 然后产染力都很强的 所以它有机会在越南 如果这两种病人都有的时候 它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最重要的是说 每当我们一旦遇到疫情的时候 就决定你的防疫目标 如果你的防疫目标 没有立刻决定的话 就是像刚我们 其实是杨老师 杨部长 我都称老师 杨部长讲的 你就变成这个叫endemic 就是地区化了 你地区化了以后就惨了 就很惨 包括其实护理人员 他的他不敢回家 然后他的家人 尤其他小朋友怎么样照顾 然后这些安亲班怎么处理 这个在美国在英国都处理过了 太多事情你永远处理不完 所以你一定要立刻就决定 趁你的疫情扩散 而且生根之前赶快决定 所以越南他就是这样 其实越南本来 也是我们这个西太平洋地区 这个轴代非常有名的 防疫模范生之一 他被认为说 他的经济 他的收入算不是很高 但他做的 跟我们其他这几个是一样好的 结果你看他现在一进来的时候 传染力这么强 他怎么办 我们就一直说 你如果不去做筛检 你这个3%你还以为说情况已经比较好 什么叫3% 明天还是3% 后天还是3% 甚至是60% 你外面就是一大堆 那他就会扩散 你遥遥无期 你就越扩越广 所以他马上毫不犹豫 这个1300万人口 就好像我昨天也提到 在广州 他也是几十万人马上就筛 马上筛把所有潜在的传染源求出来 普筛求病毒 才能够赶快把它隔离 隔离以后 他的接触者一圈两圈 通通都要隔离 他们为什么不怕陈时中讲的 什么伪阴性伪阳性 造成的什么安全自我什么之类的 我就说那是一个 我有检举 那也是一个误导讯息 因为检验是要看 真阳性跟真阴性 真阳性90% 帮我们找出九成的感染源 这个真阴性98% 就告诉我们说 它省掉了我们PCR 九成以上的这个负荷量 所以我们是要用科技 用科学来防疫 不然一天到晚用口具来防疫 然后又不去读书 然后读书都用错边 我们读书要读正的 我们这都反过来读 这都不知道我们 我就每次都说 我这防疫没逻辑 真的是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我们去台湾 以前是模范生 现在就变成留级生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想说 防疫 模范生变留级生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只有一个就不读书 对不对 书没读好 所以你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有一阵子 也很严重 但他们动作超快的 疫苗一打 然后隔离等等 现在做得很好 所以 大陆也将允许 私人医疗业者 引进疫苗 新加坡六万多确诊当中 他们六万多确诊 死亡人数只有32 百分之三十的人口 也已经接种疫苗 他们是这个重症 死亡率最低的 为什么人家新加坡 做得到呢 他检验做非常多 所以他把太多隐藏了 通通都抓出来 所以他能够去控制 他的疫情 但是这个程式业 都做给你看了 他验3700个人 来找出一个 我们验30个就找到一个 还在那边洋洋自得 都不知道说死之将至 所以现在全世界爆发疫情 做的方式绝对就是 快嘛 赶快抓出来 但是我们台湾还在纠结 所以新加坡用对了方法 他们现在从富豪的度假胜地 变成长居家园了 全世界新加坡好像最安全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也来评论我们台湾 台湾政府防疫太过自信 有没有看到新加坡讲的 没有在国外疫苗研发时就预定 疫苗问世之后也没有积极购买 疫情爆发根本措手不及 苗中医院虽然告诉大家 打疫苗好处多多 我们都知道啦 但就没有疫苗啊 然后世卫组织很重要 告诉大家 现在不要再叫英国变种病毒 印度变种病毒 因为英国人跟印度人 他们心里不好受 所以我们还要再 一定要称呼人家武汉肺炎吗 你看看亲历媒体 你看看我们的政治人物 世卫组织 你不是很想加入吗 不是很想去开会吗 那你就跟得上世界的潮流啊 所以改用希腊字母 来称呼这些病种病毒 避免这些国家或是地区被污名化 重点哦 这个是世界潮流 所以我们台湾呢 不要自外于这个世界 另外我想特别再请这个 杨树老你稍微谈一下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大家不是都要送疫苗吗 那郭台铭也有嘛 今天李彬英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特别 他就是接受寇寇姐访问的时候 他说听说郭董这批疫苗 快要到齐了 那说实话 随便一个网友听说没有关系 但你李彬英什么身份 红海也好 佛光山也好 不晓得哪个团体也好 要送疫苗都是一件好事 既然你愿意促成 既然你设了单衣窗口等等 为什么要突然在这个节目当中放话 听说这批疫苗快到齐了 你在暗示什么 你在暗示告诉大家最好不要进来 或者说进来你也不要打 你还是要打我们的国产疫苗 听说作为指挥中心的药员适合吗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特别是陈时中 包括蔡总统 经常在说谎 他就是这个变成这个独裁 独夫了 我随便讲一个 一直在讲说民间不可以进口疫苗 根本胡说八道 我们去年这个流感 公费六百万 但是多少私人医疗院所就进口了自费的疫苗 是啊 我们的地方政府进口肺炎链囚菌 而且各个县市不一样 两年前新北市不能打 台北市免费 现在新北市也免费了 所以各个县市 现在中南部很多县市 是没有可以施打肺炎链固菌的疫苗 所以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那为什么现在郭台铭跟佛光山可以进口呢 我刚讲了 你得罪不起所有台湾的佛教徒 你对不起 没有办法跟这个所有台湾的工商界对抗 所以马上急转弯就给了 但是呢 可是给了之后能又心有不甘嘛 我跟你讲 孙雅中他的张雅中的绝对进不来 挺共 没错 大家都知道 挺共 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们讲防疫 防疫做什么 你的目标敌人是什么 是疫情 你要做到什么 防疫救命第一点 第二点你要知道敌人在哪里 就是筛检 对不对 你的策略筛检 第三个是什么呢 我躲掉嘛 我们社交距离 对不对 我们这个大家人不要聚集在一起 避开这个病毒 第三个是什么呢 我穿上防弹衣嘛 防弹衣是什么 就是疫苗嘛 对 对不对 那你这三点有没有在做 不是嘛 你天天七分在干什么 在做这个三分防疫 七分在干嘛 在斗争嘛 我请问一下台湾有史以来有没有这么分裂 是谁分裂了 谁把台湾分裂了 就是你嘛 就是你们在做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 他们常常给他戴红帽子 我最喜欢给绿营戴红帽子 你们就是附和台湾 落化台湾 你们就是中共的同路人 蔡英文就是 陈时中就是 不是吗 你把台湾分裂了 把台湾落化了 现在不是这样吗 但说实在像我觉得现在疫情非常时刻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台湾能够团结 他的团结就跟他一样叫做团结 跟他不一样就是不团结 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你们要筛就是不团结 对对 你们进门网络就是不团结 对就是唱衰台湾 但我觉得位居高位者此刻讲话 应该更加留意 照理说你如果说鼓励这个民间团体 进疫苗 大家一起来帮台湾进一份心理的话 今天呢你跑去周遇寇的节目 又说听说那是快要过期 如果真正快要过期你就讲出来嘛 比方说六月进来六月底 他就到齐了 你把时间讲出来啊 但你用听说这两个字 我觉得这个居心可意啊 那厨市长我想特别请教一下 同样是位居高位啊 前线人副总统夫妇也参加了临床实验 他好几次讲到 说他自称没有副作用啊 没有问题啊等等 但是很多专家质疑啊 他打的会不会是安慰剂 还没有解盲 他就让高谈扩论 尤其是他的身份合适吗 对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到底现在这一些最有权力 最有影响力的人都在干什么 都在搞烂权 搞特权 都在破坏 学术研究的规范 都让大家呢 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 这个国产疫苗是成功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行为 就让人民对这样的一个疫苗呢 产生很大的不信任感 你视线就把自己搞脏了嘛 谁搞脏的 就你们这些烂权的人 我再提醒一次 我们本土病例冲上200例那一天 那一位女性就是呢 李比宇医师经常上节目那里 怎么每次都可以宣布 准确的病例数耶 其实很多记者都在耳语 说他消息到底哪里来的 所以这一种烂权 然后呢 践踏防疫专业 践踏科学研究的专业 践踏我们人民的生命跟苦难 践踏各行各业 现在被吊在半空中临时的 这种很难维系的商机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嘴脸 滥拳 打正敌比打臂毒还用力 然后让我们一直受苦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愤怒